食物的就是花芽米米飯 然後37到42度泡水24小時 然後每40到22小時換一次水 所以一歲嬰兒能吃嗎 沒有味道可以吃的 米是可以吃的 花芽米這個沒有味道可以吃的 那第二個是奶內食物不可以吃 這都是好 所以大家對吃真的很重視對不對 那我們就好好講吃的 奶內食物可以吃豆奶或是優格可以嗎 所有奶的東西都不要碰 優格也不行 起司也不行 起司就是美甘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去google一下牛奶的外處 一堆都出來了好不好 然後豆奶就是豆漿 豆漿基本上來說 因為如果它不是基因改造的沒有問題 那還有所謂的米漿對不對 米漿就是外面的米漿 因為它裡面有花生 你自己做的米漿可以 豆漿這個也一樣的問題 然後 然後 Omega369 魚油 然後 請問多動證跟自閉症的兒童 在食療上有何不同 在食療上有何不同 多動證跟自閉症的孩子 其實在食療上我覺得問題沒有非常大 那如果假設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確知 就是說多動證是跟胃各有關 所以你那個胃果比較旺 所以你這個燥熱的東西一定不能碰 對不對 那可是自閉症可能跟脾氣虛 脾的陽氣弱比較有關係 所以它不能夠吃蘋果是絕對的 它不能吃牛奶是絕對的 它不能吃一些破壞陽氣的東西是絕對的 什麼叫做破壞陽氣 就是它比較寒的東西 那水果第一個是寒 生菜沙拉是寒 牛奶是寒 所以牛奶奶蛋 蛋只能吃蛋黃 對於所謂的自閉症來講 好不好 然後另外 針灸是否對自閉症的孩子有療效 這個我沒辦法回答 因為我在治療病人的時候 都不做針灸 我都是用藥物跟食療 然後是否需要GFCF Guten-Free的食療 是否需要Guten-Free的食療 這些都不能吃的話 有什麼會議代的食物做早餐 你們這個早餐就是吃你們阿嬤小時候吃的 或者是什麼米粉 滷肉飯 滷肉飯 這些東西 就是吃你阿嬤小時候吃的就OK了 然後 對於酵母菌過度生長的孩子 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吃糖麵包麥頭 這個不用效果進什麼過度生長 我看不懂這個 但是基本上來糖麵包麥頭 糖它部分的話 多吃麥芽糖 多吃黑糖沒有問題 麥芽糖是OK的沒有問題 然後呢 麵糖 蜂蜜我不介意 蜂蜜我覺得是很大的過敏油 然後呢 蜂蜂麵包 餃子 通通不行 它不可以吃酸奶嗎 自製的酸奶 就是說 不管你是Organic 和自製的通通不行 因為它是奶製品 就像你家的水果自己種的 沒有農藥的Organic 可能也不行 等一下出去不要打我 我說的 不是我不准你們吃 是我 當你們身體的翻譯官 我在翻譯身體的語言 告訴你們 跟我無關 你懂意思嗎 然後 從因而起 即因禁食牛奶及蘋果薑嗎 如肯定又沒母奶 因而愛吃 要吃什麼 替代之 可以找看看有沒有 我們可以有一個母奶協會 就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種 你想想看喔 50厚的人 他沒有牛奶啊 他們吃什麼長大的啊 你這樣 喔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牛奶就一定是活嗎 不一定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 現在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想 當然我們現在有的東西 很多人就跟我說 那我到底要吃什麼 我就說吃你牙巴吃的東西啊 他們就覺得很傷腦筋 這是因為我們現代人 沒有創造力 當我們眼前有些東西不能吃的時候 我們用我們的創造力去發明 就像不能吃麵粉的鳳梨酥 我們就做用米做的 用苦茶油做的鳳梨酥 享受美麟最愛吃的紅豆松膏 全部用米做的 所以他活到九十幾 才是一百歲嘛 OK 就是說 用米做的 不但可以 對我們的所謂ADHD 或者是這個自閉症的小孩好 對一般的小孩也好 對各位也好 對你們老化速度加快的人 也非常好 所以吃米是唯一的答案 好 曾醫師我想加插一下 OK 因為其實我們在華人特殊兒童之友會裡面 有蠻多小孩是不能吃麵粉類的東西的 也不能吃牛奶類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些家長是有食譜 是說我們怎麼做好吃的東西 不用麵粉來做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 就是說曾醫師這次來 引起大家對自己的孩子照顧的這個 那麼有興趣 怎麼樣的調整他們食物 可能我們在十月份的時候 可能會加一個講座 是怎樣用曾醫師的建議來調整我們燒的東西 給我們的小孩子 所以我剛才是傳Visa對這些E-mail 想拿到你們的E-mail 如果我們下一次有講座的話 可能就不在星島電台或者在世界日報賣廣告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E-mail留下來 我們至少可以聯絡你們 如果我們有同樣的這種講座的話 OK 好 剛才我們有幾個sign up in the sheet 如果你們還沒有sign in的話 這邊的聲音 非常地 我們從這 Prior點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